你好,我是帮你捐通捐,找便宜的省家人 上一次我们去过人间有的神访,即是金访的餐厅 吃这个下午,究竟他的早餐是否可以呢? 如果你还没看上次的影片,可以看看 如果你想知道他的早餐是否可以,我现在就跟你介绍一下 这间金访是位于Macarwin和Rimmerfield 在这里通常有很多人 如果你要来吃东西,可能要早点来排队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订阅一下,按下小铃铛 有什么新片,你就会马上知道 如果你还没like,就给我个like 还有,你有朋友的话,不妨介绍给他们,分享一下 餐厅的面料相当别致,一张纸 有两面,第一面就介绍一些样子给你看看 另一面就真的是那些食物的价钱 值得一看,他的早餐就是早上8点到11点 即是早上也有得吃的 我们有看看他的早餐菜是什么 8点到11点,早餐就放上一杯热饮 或者汽水,或者津装水 小孩子可能喜欢喝汽水 如果我们的大人,有这么少年纪 喝杯热饮也会比较好 你看到他三文字一个,大概要八个半 我觉得价钱是偏贵的,可能走高档路线 另外,如果你喜欢吃的通粉 C餐,白菌,火腿,通粉,米粉,意粉 加个餐包10个半 价钱上可,B餐都可以的 一个麦皮再加一个三文字,10个半 价钱又不是太贵 如果比起剩三文字,我觉得挺好的 另外,还有其他东西 如果你喜欢汤汤粉,沙爹牛肉汤米粉 加个奶油多士,也是11元 价钱,即是一个汤粉面 大概10.05到11元 你看到在IJK那里 都是一些汤的公仔面 有乌冬,有猪扒,有鸡扒,有牛扒 价钱都是相若的 如果你喜欢吃一些continental的 或者做一些又有炒蛋,又有个菜 这个G餐,茄汁,煎猪扒,煎箱蛋 加牛肉,牛肉,牛肉餐包 11个半 如果你想一碟,慢慢切来吃 11个半就完成了 有猪扒,有鸡扒,有牛扒 另外,你要简单一点 做一些芝士火腿多士 或者火腿蛋,菠萝包 之类的东西 都是7元 如果你要只多士 厚多士,厚多士 厚多士 你可以选牛油,煉奶,果汁,花生醬 那里是6元 黑芝麻也是一样 如果要多士 最便宜就是6元 那当然,你可以吃些花生菜 港式街边的窩夫 即是牛油,果汁,花生醬 煉奶 平时你在香港街边 叫他做班戟 然后他在一碟很大的牛油 又有花生醬 又有糖 那些是8元 可以的 意大利黑松露火腿蛋 白吐司 这些东西 真是很高档的东西 都是8元 先看看这个早餐 奶油多士 再加砂丁牛肉通粉 你看看这个多士 那些奶油是煉奶 多到 不知道煉奶多,牛油也多 哇,这位人兄为什么这么重手 煮重我米 哇,你看这些煉奶 直接流在一碟里 真是多到 你应该吃得不好浪 哎,先捏一下 哇,你看看 咬完咬完 做得快都可以 所以这个煉奶多士 真是有惊喜 它跟了一个沙爹牛肉通粉 不要通粉要米粉 都可以的 你看看的样子 哇,好鬼红哦 那些红油都走出来了 味道真的有点辣味 但是也挺惊喜的 牛肉也挺软的 都是滑油 通粉也不算太软 也有咬口 总括来说 我觉得这个沙爹牛肉通粉 它的辣味就足够了 通粉我认为刚好 属于我吃 起码不会太软的 也不会太硬 那些牛肉相当之软 所以味道真的不错 不过老实说 在这里吃那么多的沙爹 味之中 我觉得这一间 真的算是最好吃的其中一间 接着要介绍 这个就是鸡扒蛋包 基本上一碟里面有块鸡扒 有两只蛋和一个面包 鸡扒方面 我觉得它应该是炸完还是煎完 所以都是有黄金色的脆 但是它就加了烧汁 甜甜的 我觉得这个烧汁拼下去 又未必那么好吃 其实这个鸡扒用烧汁醬 我觉得用来做早餐 只吃它 又好像刮了一点 烧汁醬 始终都是要拌一下饭 这样才好吃 虽然它都极力用一些 紫菜和芝麻 令它更加日式 但是我觉得始终 你是当是下午饭 就下午饭 这个做早餐就不太适合 煎蛋方面 两只蛋都挺完整 那就没有焦边 那就刚好 如果你想吃焦边蛋 就不是这里 但是如果你想吃西式的太阳蛋 也可以 此处的餐包 都没什么特别的惊喜 都是普通的餐包 里面都塗了牛油 所以都可以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鸡扒蛋包 收11.5 我觉得就比较贵 因为野食来说 真是简单 一块鸡扒 两只蛋 一个包 就算了 所以其他款式可能会便宜些 而且味道来说 我觉得中午饭 加点饭会好吃些 接着我们看看这个 就叫猪扒汤烏冬 看起来都是一块猪扒 在上面 那么大把 另外有些烏冬在底 也有些杂豆跟面 一个平平无奇的烏冬 究竟好不好吃呢 首先 这个猪扒也是煎过的 也都香噴噴的 看上来的色澤都不错的 咬下去 味道也足够 也不会太实 所以都ok的 也有醃过的 其实汤烏冬的味道都ok的 不差的 不过如果猪扒浸太久 可能就会软一点 如果你喜欢吃干身一点 就要早点吃或者拿开它 不过我喜欢吃重口味一点 所以我就宁愿把猪扒浸在沙爹汤底上 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更好 不过说回奶茶 我觉得奶茶也不错 奶味也足够 茶味也挺浓 所以都ok的 所以要搅拌均匀 这个鸡扒蛋包 我就觉得不太值 但是它的沙爹也挺好吃 属于在多伦多来说 数一数二 所以如果你过来 选选一些食物 都无妨 那猪扒烏冬 我就觉得偏淡一点 所以我就拌了去沙爹的汤底 所以这家 如果你吃沙爹 来这里试一下 奶茶都ok的 总括来说 狗不狗离下都无妨 我是坑家人 下次和你再咬 好了 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朋友 是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